我们来看制导体 制导体考察的是我们在多道程序环境设计下 用来扩充内存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覆盖,一种是交换 我们首先来看覆盖 那么覆盖的思想就是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 并不是所有部分都要一直用到 所以说它把一个用户空间 也就是在内存中的一个程序的空间 分成了一个固定区,分成了一个覆盖区 那么此时它现在是在内存当中的 那么这个固定区就是我们这个程序中 经常要去使用,要去运行的部分 一直存在于内存当中 那么这个覆盖区呢 就是把这个程序的很大一部分 放在我们的外存,或者是俯存 其他一些俯存 当需要的时候呢,就把它掉进覆盖区 那么在需要其他部分的时候呢 继续掉入覆盖区 那么替换掉原来覆盖区中原有的段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 它打破了一个程序的全部信息 装入了主存之后 才能够去运行的这样一个限制 但是如果它的代码量远远超过了整个区域 就是超过了这个组存的时候 它仍然就是不能运行的 那么交换呢 就是它的思想呢 就是把一些处于等待状态的进程呢 从内存一到辅存 把一些准备好竞争CPU运行的内存 进程呢,从辅存转移到内存 那么我可以看到它们的区别是 交换技术呢 主要是在不同的进程之间去调换 也就是说它调换的单位呢 是进程 那么覆盖呢 就是用于同一个进程 它调用的是一个程序 或一个进程中的不同的一个段 那么这两种方式呢 都是为了扩充主存的容量 但是它仅仅是在逻辑上 扩充主存的容量 给我们造成一种 我们的主存容量很大的一种错觉 所以说B选项在物理上扩充的 主存的容量是不正确的 所以说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是A选项 通过节省主存空间来扩充我们的内存 那么这道题 是